大家好,我是星野,今天我来开箱满汉大餐 然后我左手拿的呢,这个是大陆版的满汉大餐 右手拿的呢,这个是台湾版的满汉大餐 所以我今天就来看看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说进满汉大餐啊,或者说台湾的这个泡面啊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九份的时候 当时是一个雨夜,下了很大的雨 当时我跟玛丽亚走得非常疲惫了 然后就看到了一家便利店 然后我们就冲进去泡了这么一碗面 然后我顿时就感觉非常的幸福 我现在就像在酒店里泡面吃 所有的台湾的便利店啊,都有热水供应 而是免费的热水供应 然后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泡到这么一碗面 台湾的泡面啊,当时震惊到我了 就是因为台湾的泡面是真的所见啊,计所得 而且味道啊,是非常的好的 尤其是我们在雨夜啊,走得非常累的时候 然后冲进这个便利店,然后吃到这么一碗 热气腾腾的面,然后看着这个景区外边下着雨 哇,非常的惬意啊 一般我们这里的就是景区里边的便利店啊 或者说景区里边的小卖店嘛 价格都会翻好几倍的 这方面总是能让我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大家出不去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看到这一碗面,写着繁体字的这么一碗面 就有点心之神网的感觉 蛮感动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碗面而已 看到台湾的满大它从外观上来看啊 是比它小一点的 然后呢,但是啊 大陆版的会感觉松松垮垮的感觉 但你仔细看啊 它们其实重量是差不多的 这个是200克 然后呢,台湾版的这个是204克 圆形的,偏碗状的 大陆版的这个是有一个五角星状 或者海星状的这么一个形状 还是半斤半肉牛肉面 然后呢,台湾版的呢 这个是写的是 本品采用新西兰籍澳洲的牛肉 会有一个牛肉的一个供应产地 然后这个感觉更精致一些 现在我打开它们看看里边有什么不一样 打开之后啊 先被这个金碳号给震住了 然后上面写的啊 一定要预热 然后用的一个很井式的这么一个 一定要预热 写的是台湿 台湿萝卜包 然后这个是台湿的高仓包 然后这个是台湿的蔬菜包 然后这个就写的是台湿大餐包 我里边应该就是这个牛肉包的 还有一个叉子 然后打开这个台湿版的方面 细节上就不太一样啊 然后它有一个写着 尖开至此的 它会告诉你一个刻度 然后我应该把这个 上面这个盖撕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块有提示 但是这个版本就没有那么贴心 这个打开之后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个 警示的一个标志啊 然后它这块就写了一个马汉大餐的料理包 调味的一个油包 然后这还有一个调味的粉末包 那个不提供叉子 这里边是台湿萝卜包写的 是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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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它为什么很大了 因为它上面要预热的东西非常的多 所以它这个碗会变得非常的大 哇 浓浓的这个 金色的烤铺 来吃一口萝卜 嗯 满入味的 这个牛肉 我加两块之后就再也找不着了 我觉得还是挺爽的 然后牛肉还比较入味 然后面条Q弹 萝卜真的是很爽口的感觉 你看这个面泡起来的颜色啊 我觉得蛮好看的 也是有这个半斤半肉的 先吃一块肉 嗯 还是 还是那个味道 真的是不太一样 先不说这个口味啊 先从这个面条的口感来说 这个更 好像更筋道一点 更团一点 更像那个拉面的那个口感 让我想起来台湾变链的日子 觉得特别的浓郁 浓稠一点 其实现在泡了这么久了 这个的面条我还是那么Q弹 哇 啊 同样都是二百克 但是这一碗让我觉得就这么不够呢 捞不够呢 原来说我觉得第一就是 大陆本的这个马银大餐 由于多了一包这个料 多了一包这个萝卜 所以它会更显得清爽一些 然后面条呢 其实相对于这个采文版来说 没有这么的Q弹 板板的这个无论是这个面条的Q弹 还是这个汤的这个浓郁感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还是蛮好吃的 牛肉的味道其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就在于这个面条和这个汤头 我觉得非常浓郁浓香的感觉 现在就是这个汤上面还挂着一层厚厚的油啊 相比于大陆的这个版本是非常浓郁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后想说的是 它可能更多的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情感在里面 或者说有一些记忆在里面 这个味道啊是能够唤清这个记忆的 所以现在吃起来感觉 哇 有蔬菜的香味 对有蔬菜的香味 有点没可能 痛苦 有点不停 有点习惯 能够对